叶罗莉冰莲花,冰公主内心恐惧揭晓,她在欺骗王墨,一直不信人类。 叶罗莉X冰莲花的两大主角就是冰公主和孟公主,虽说两人都是仙境的公主,不过两人的实力差距很大。 当初灵溪格选举阁主的时候,如果不是水王子出手的话,估计孟公主就是灵溪格的阁主之一。 当然,水王子出手之后,冰公主就变成了灵溪格的阁主。 然而,成为格主是需要用实力来说话的。很明显冰公主的实力不够,这才导致格主之位北独西飞抢走。 任何人的内心都有恐惧,那么冰公主内心的恐惧到底是什么呢?终于,冰公主内心恐惧揭晓,她在欺骗王墨,一直不信人类。 严绝和冰公主都被困在梦境空间之中,除非冰公主自己醒过来,不然的话,严绝是无法将冰公主带出梦境空间的。 就严绝的表现来说,虽然她是灵溪格的私仪,但是她的实力也很一般,在梦境空间之中,她的实力甚至不如水王子。 这个梦境空间是梦境空间制造的,所以她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内心,也知道这个人内心深处真正害怕的东西是什么。 不仅如此,梦公主还拥有冰公主的记忆。 因此,她释放了冰公主内心的恐惧,目的是为了彻底吞噬冰公主,然后让她永坠梦境之中。 那么冰公主内心到底在害怕什么呢? 其实,冰公主是自然之力幻化而成的仙子,使用寒冰的力量。 不过,随着地球气候变暖,冰公主的力量开始衰退。 冰公主本人也开始消失,自从这个时候开始,她就害怕自己会消失。 后面,冰公主从一开始不相信人类到后面尝试相信人类,这才站在叶罗莉战士这边。 然而,在梦公主的视野中,她看到了冰公主内心真正的恐惧,那就是人类继续破坏,冰川融化,最终导致自己消失。 在叶罗莉战士的剧情故事中,冰公主选择和人类和解,她选择相信王墨,说愿意给王墨一次机会。 实际上,冰公主只是骗了王墨,她的内心一直都没有得到释怀,她内心深处依旧不相信人类,依旧害怕自己会消失。 所以,这才是冰公主内心真正的恐惧。 不仅如此,这种恐惧的内心一直都没有消失,只不过冰公主已经说了和王墨和好了,相信王墨一次。 她只是没有十年罢了,而内心却依旧忍受着恐惧的煎熬。 无论怎么说,一个人内心的恐惧是不会骗人的。 就像王墨,她内心的恐惧是被水王子抛弃。 虽然从冰公主内心的恐惧来看,她一直都不相信人类,但是她愿意尝试着去接纳,尝试着去相信,这也是好事一件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